再看到这几天是共聊的海洋音乐季 接近晚上吃饭的时候 最夯的就是便当店了 不过为了招摆客人 现在出现这四岁很可爱的小男生叫卖 当然这便当也是卖得非常好 童言童语超可爱 四岁小弟弟熟练的拿起麦克风大声叫卖 要帮自家招牌便当做宣传 弟弟忙着叫卖 老板老板娘也没闲着 所有员工一字排开 SOP的作业流程 就是要让便当包得更快 现在只有两三百个而已 但是到晚上还不晓得 光是一天就准备了三百多个便当 不只如此 卖得超行的鸡排便当 也因此一早就被贴上了 售碗表示 不只这家便当店忙得不可开交 隔壁也是同样卖便当的店家 一样也没闲着 老板娘说为了迎接整天的游客 所有人到早就起床开工做准备 到这一次都十几年以上了 一定几天早上都整理 因为没时间来整理 忙乖忙但其实受到超级高温影响 天气热的冻不掉 今年游客足足比往年少了一成多 尽管如此所有店家还是做足准备 等待这庞大商机 今天新闻成绩就长此 SNG小组共粮采访报道 今天新闻 접